現在我們已經過關了 我們就先試試看有沒有巴士乘坐 如果沒有的話,你們最後才會乘的士 我們可以乘巴士B737轉去海越地鐵站 然後再乘六個站去赤灣 如果是這樣拿著板子,不如直接乘的士去算 就是這個 我們首先要看的士房放得下我們的板子 去哪裡? 環雪 去完地鐵站了? 對 去完地鐵站隨意出口 我們就上了的士,你看到我們的行李 所以其實都ok的 我們有兩塊板,一塊是152cm 另外我那塊短的,143cm 所以放都ok的 就在這裡了 外面呢,是有一個滑板的地方 這個呢,就是上網看到那個不知什麼3D 裝模擬滑雪那件事 但你知道大陸的,最流行就是不開的嘛 這個呢,就是一個吊彈場 跟香港的Rise其實差不多 但是呢,唯一不同的就是有超多小朋友 可能今天是星期日的關係 那些小朋友就在這裡 那如果你想練習呢 其實呢,就跟香港的Rise 還有一份 這個滑雪機呢 就跟香港拍台山那個呢,差不多的 那我真的很少上大陸用錢 那所以呢,原來呢 cash這件事是真的這麼 rare的 要不呢,就有開通了支付寶 來給錢 要不呢,你就有足夠的散引 好像在蘑菇上面走路 會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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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沒有了,兩秒而已 我覺得呢,其實這裡都有六七成次珍雪的 那最重要就是跌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一樣 所以呢,來練習呢,其實是ok的 剛剛我就畫完了 那現在呢,我就會上去跳台看一看 畫完一個鐘頭呢 已經很累了 因為呢,走路的時間呢 是比畫的時間多的 那你知道呢 有穿Binding的有除Binding 又要走上去 又要再穿Binding 兩秒就回來了 啊,這條樓梯真的不是 不是開玩笑很累啊 哈哈哈哈 其實也滿,不是很高 但是很... 很... 很深 速度還是有滿快的 它原來不同的項目呢 是有不同的收費的 那當然它也會有一個收費 玩完全部的東西啦 那它們呢,有一個叫美團 那它們的apps呢 是一個團購apps來的 所以呢,現在這個 做完我的dairy呢 就幫我 在那個團購買 如果你們下載這個app 美團 就可以上去看看 有什麼便宜的package 好啦,今次就玩著這麼多 下個星期看有沒有時間 去世界之窗 潛需要你們support啊 喜歡就給我一個like 覺得好看就share給朋友仔 想看多點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like我的page啦 還有我的IG啊 好啦,不說那麼多啦 下次見,拜拜!